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醒悟过来 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过 我父 我们渴慕成为上帝的儿女 上帝的儿女是领受这一切的祝福的 求我父帮助我 使我正确地醒悟过来 使我明白过来 使我的心愿得到实现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做上帝话语的见证人 我父 我们始终灰心向气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认识到我得不到祝福 是因为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的双耳得到医治 使我们能够听到主的声音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在座的各位 我们依靠上帝的奥秘 成为有福的人了 我们通过上帝的奥秘 做了上帝的儿子 我们的心愿都是能得到实现的 那么现在开始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呢 我们怎样生活才是盟主的喜悦呢 在座的各位 大家都希望得到祝福 大家都希望顺顺利利的 那么 真言一章二十六节 我的祷告为什么得不到垂听呢 甚至说 有些信徒说 我的家庭怎么越来越困难呢 诗篇一百零九篇 那分明是因为我内心的罪过 再加上我祖宗内心所犯的罪过 南红书一章二到三节 与上帝作对的时候 上帝会施行报应的 那么 我们来到了上帝面前 求主饶恕我的罪过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才是盟上帝的喜悦呢 我们今天开始应该怎样生活 我们的行为举止应该是怎样的呢 有些信徒说 哎呀 怎么出了门 总是有这么多仇敌 怎么总是有这么多和我作对的人呢 我们找一下铁撒伦家前书五章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要常常喜乐 我内心不喜乐的时候 我总会遇见恶人 那么和恶人在一起 就跟恶人一起犯罪 背地里说别人坏话 毁谤他人 诗篇139篇 一到四节 我的想法 我的行为 上帝全都知道 罗马书二章六节 按照我的行为 上帝如实的一反还给我呀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到底在听谁的 我们光身子来到教会了 但是一举一动 有没有遵行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的话语呢 铁撒伦家前书五章十六节 十七节 十八节 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第二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锁定的旨意 阿们 在座的各位回到家里 把这句经文写在纸上 贴在墙上吧 我们要常常喜乐呀 首先要喜乐呀 所以我们要不住地祷告 而且凡事谢恩 无论到什么情况都要感恩感谢呀 那首先我们要常常喜乐 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呢 要喜乐地生活 不是光今天高兴 是每一天都要喜乐 哎 那我高兴不起来可怎么办呀 我心里不喜乐的时候 分明是心里有讨厌的人 分明是我身边有人不喜欢我 大家知道 谁跟我讲实话 我们都不乐意 都不爱听 我不喜乐是因为我内心出了故障 上帝要求我常常喜乐 我怎样才能喜乐呢 大家知道我们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人 是最头疼的事 跟一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怎么能高兴呢 而这仇敌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 上帝为我生冤阳 上帝为我生冤阳 不是我来报仇的 我们 那么 我们讲实话 讲真心话的时候 那么讲实话 只有上帝的话语是实话 上帝的话语是拯救一个灵魂 上帝的话语能赶走一切的恶魔恶鬼 上帝的话语能 交出一切的灾难和咒诅啊 那么分党结派的 那都要去地狱呀 罗马书二章八节 光嘴上说耶稣 光嘴上喊着耶稣的名 却分党结派 那都不属于真理呀 犹大书一章十九节 没有领受圣灵的时候 就会分党结派 那么讲实话的时候 魔鬼都会骂 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 讲实话反而把我当成仇敌 不喜欢我 骂我了 那么遇到仇敌了 遇到仇敌的时候 我们都没办法高兴 别人骂我 别人说我 我们都没办法高兴 我们找一下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 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 上帝让我们常常喜乐呀 我们为什么要喜乐呢 因为上帝能使我们喜乐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呢 我遇到仇敌了 我遇到讨厌我的人 我遇到委屈 让我受委屈的人 甚至用谎言骂我的人 我怎么能喜乐呢 那么分党结派 没有受圣灵的 犹大书 犹大书一章十九节 属乎圣灵的 不会分党结派的 那么如果我在分党结派 说明我根本就没有领受圣灵了 罗马书二章八节 我们要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耶稣是真理 耶稣是生命 耶稣就是道路 而耶稣不是分党结派的 而当今我们说是信主 好多教会都属乎教派 分党结派呀 我们都希望领受祝福 我们都希望顺顺利利的 那么我领受祝福的时候 一定会有仇敌出现 我来读一下 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我们为什么要因耶稣的名 听辱骂呢 分党结派的时候 是不属乎圣灵的 分党结派的时候 离开了信心 连猪狗都不如啊 这是上帝的话语 是实话 而讲实话劝勉的时候 对方反而骂我不爱听 那么因耶稣的名受辱骂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 毁报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那么属魔鬼的时候呢 被骂了 反而就不吱声了 就属魔鬼的时候呢 爱听魔鬼的话 属乎圣灵的时候 被魔鬼辱骂了 也不会受任何影响 反而是感恩感谢 喜乐的 再次的各位 我们都希望我们都希望我们国家领受祝福 我们都希望做上帝的儿女 那么因耶稣的名受辱骂的时候是有福的 要大大的喜乐呀 要大大的喜乐 那么再次的各位 大家都希望领受祝福 我们找一下诗篇23篇 诗篇23篇5节 别人用谎言骂我 别人捏造谎言骂我 这时候是有福的呀 因耶稣的名听辱骂的时候是有福的 那么我不守护圣灵的时候呢 别人骂我 我反而就不乐意了 被那个骂声影响 所以 当别人骂我的时候 因我做坏事被听骂声 那是应得的 而因耶稣的名听骂声的时候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家孩子不听话 我家孩子操心的时候呢 赶紧承认 哦 原来是我出故障了 因为我的罪过 所以上帝通过我家孩子的行为来提醒我 告诉我的罪过呢 如果大家生孩子 孩子出生的时候 生患一切的疾病的话 大家能承受得住吗 胎中的婴儿是主创造的 主医治一切的疾病啊 我不喜乐的时候 分明是因为心里有讨厌的人 比如说夫妻之间 我就是特别讨厌对方 马太夫人1336节 家人就是仇敌 哎呀 为什么我家丈夫 我家妻子 我家儿女 我家婆婆 总是这么跟我作对 陷害我呢 这时候我们就会受影响 不喜乐 不开心 上帝是让我们尝尝喜乐的生活 那有些信就说了 哎呀 我整天被欺负 被折磨 我怎么能喜乐得起来呢 诗篇23篇5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宴席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悲满意 阿们 大家知道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 向上帝认罪悔改 我们彻底地做了四阶段悔改了 那么这时候 为什么会出现仇敌呢 甚至我曾经帮的人 那个人反而骂我 那么我们背叛 我们一直犯了背叛主的罪 我们背叛上帝的时候 好像自己特别能耐 但是最终是进入死亡和灭亡啊 好多人来到教会蒙恩典 通过祷告 通过好多信徒一起带祷 得到了祝福 得到了拥许 心愿得到实践了 结果就开始背叛 背叛上帝离开教会 甚至有些信徒 因关节炎 即将要死去了 那么这样的患者来到教会 求牧师带祷 求信徒们一起带祷 那么得到了医治 得到了医治之后呢 反而这个患者就不懂得感恩感谢 反而背叛 离开了教会 背叛了主 那一开始我扬牧师 也特别气愤 哎呀 怎么遇到这样的事情呢 后来醒悟过来了 这也是给我带来的祝福 我遇到仇敌了 这是给我带来的大的祝福啊 在敌人面前 上帝给我摆设宴席用油 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意 阿门 所以遇到仇敌的时候 我们也要大大的喜乐呀 那么遇到仇敌的时候呢 我们找一下诗篇一十二篇八节 我们蒙上帝喜悦的时候 上帝会让我看见我的仇敌是怎样败坏的 我们找一下诗篇一百一十二篇八节 所以我们只一心敬畏上帝 爱上帝 那么在这世上我们要报仇 如果我不报仇 让孩子替我报仇 那么在武侠小说里 经常有这种报仇报复的情节 而上帝告诉我们 仇敌是给你带来的祝福啊 我们不要报仇 也不能申约 这一切全要交给主 照着上帝的话语 把一切交给主的时候 主为我负责 诗篇一百一十二篇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他心确定 总不惧怕 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暴 阿门 上帝会让我看见敌人遭暴啊 那么不足的普通我批牧师 走遍世界各地 大家知道在美国开复兴会的时候 有些信徒就跟我说 哎呀牧师啊 有些牧师经常毁谤 朴牧师是异端 那朴牧师就没有受影响 属于基督的怎么能是异端呢 不承认基督那才是异端呀 结果毁谤朴牧师的那位牧师呢 就遇到交通事故 死去了 那么这样的听闻 这样的消息 我也是通过别人听到的 所以遇到仇敌的时候 是上帝给我带来的祝福 我们应当喜乐呀 所以要喜乐 常常的喜乐呀 上帝会负责我们的仇敌的 我们找一下真音29章16节 我们认罪悔改 做了四阶段悔改 属于基督的时候 只要我们属于基督了 上帝为我申冤 上帝负责我的仇敌呀 那么 往往我们自家人恨对方 恨自己的丈夫 恨自己的妻子 恨自己的儿女 那么大家真的要为 自己不喜欢的人祷告 大家真的要为自己的仇敌祷告 替仇敌带求 祝福啊 有些信徒说 哎呀 妻子非常虔诚的信主 而他的丈夫一直逼迫他 那么 甚至他的儿女一直逼迫他 结果逼迫信耶稣的人 都是有很凄惨的代价呀 所以如果家人逼迫耶稣 家人逼迫主的时候 大家真的要为这个家人祷告 代求啊 真的替他认罪悔改祷告吧 违背上帝的人 上帝一定会亲自报应的呀 逼迫上帝 逼迫福音 逼迫信主 逼迫信主的人 这时候上帝一定会报应啊 上帝做的事情 谁都阻挡不了 我们要常常的喜乐 那么我心里不喜乐的时候 说明我心里没有认罪悔改呀 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那么家族的各位 大家认罪悔改 彻底的认罪悔改 做自己的状悔改吧 遇到仇理的时候 是喜乐的呀 出现了仇敌 通过仇敌的一举一动 来认识到我的罪 认识到我祖宗所犯的罪 这样认罪悔改的时候 我的内心是喜乐充满的呀 正面15章15节 义人是常常喜乐的 我现在不喜乐 说明我没有成为义人呀 所以这一天 睁开双眼的那一瞬间 我要认罪悔改 祷告啊 祷告 祷告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喜乐 祷告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信心 以弗所说二章八节 上帝赐予我信心的时候 我内心是喜乐无穷的 而且这信心 进入到我心灵的时候呢 上帝使我明白过来 上帝使我醒悟过来 使我 使我认识到上帝的知识 使我认识到上帝的智慧 昨天我平安牧师就认罪悔改了 求主饶恕我的罪 这时候上帝使我的心明白过来 使我尝尝了喜乐的生活 上帝的话也能喜乐我 上帝的话也能使我的心灵喜乐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我的心灵喜乐的时候是健康啊 我的心灵喜乐的时候是最好的补药和良药 我们要不足地祷告 要不停地祷告 不停地祷告 就要常常在基督里边生活 而我们人都是罪人呀 我们心里总有罪恶 我们内心故意不认识上帝的罪 而且爱肉体 爱钱财的罪 我们在外边工作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一些可恨的人 讨厌的人 那通过我遇到的人来认识到自己吧 眼前的就是照的是自己的镜子呀 格林多前书十章六节 而我们却意识不到这一点 我们总是去给别人指责 我眼中看到的就是我自己眼中的良母 而我们呢总是想去指责对方 责备对方 我们甚至总是想说别人 大家千万不要这样 我看到的就是我自己 甚至是我祖宗所犯的罪 我曾经就是那个模样 只不过时间久了 我又忘记自己是什么模样了 所以通过眼前的人来照自己的镜子 认识到我就是这个状态 哎呀 原来我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向上帝认罪悔改吧 那部族的仆人我嫖牧师 经常跟大家告白 我就是个山贼呀 山贼的 我就是个山贼嘛 那么最近电视剧里面演的内容 就肚子饿的时候 我们曾经闹饥荒 肚子挨饿的时候 随便抢别人的东西吃 都是山贼呀 那么我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过 不承认自己的罪过的 反而是罪恶 承认这一切是我的罪 那也承认我的祖宗的罪 哎呀 我的祖宗也是犯了山 我的祖宗也是个山贼 也是妓女 也是强大 只要这样承认自己的罪 不隐瞒自己的恶 这时候上帝帮助我 上帝赏免我的罪呀 所以我们呼喊安门 常常喜乐的生活 认罪悔改 无论遇到谁 别害怕遇到什么样的人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 喜乐吧 我看见的这个人 就是我的镜子 那如果我遇到了仇敌呢 仇敌是给我带来的祝福 贝利比书二章四节 我能通过对方 照出自己的镜子 能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赦免我的罪 上帝帮助我 所以每一天都是感恩感谢的 感恩感谢正是上帝的旨意呀 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 只有感恩感谢的时候 才能去天国呀 我们向上帝献礼拜 是以感恩感谢的新宪礼拜 我们找一下真音二十章七节 我们发自内心 有感恩感谢的时候 才是义人呀 我们属于基督的人 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属于基督的时候 要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而我内心呢 我内心 贪爱钱财的时候 说明我已经是离开信心 是个恶人呀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 我内心他爱钱财的时候 已经是离开信心 是恶人 开始犯罪了 这时候不仅自己犯罪 也让别人犯罪 所以在一个部门 在一个公司 财务部门 很容易犯罪 那么耶稣的门徒 家略人犹大就是管财的 但是他太爱钱财 结果背叛了耶稣 在此的各位 我们人都太爱钱财 上帝的主意是感恩感谢呀 我们找一下诗篇 五十篇二十三节 我们要感恩感谢呀 向上帝认罪悔改了 一定是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那么我们的主就是基督啊 我们听的上帝的话语 是通过主耶稣基督 使我们领受的 如果否认了基督 如果否认了主 就成了异端了 那好多教会 不承认基督的宝血 不认识基督 大家要懂得分辨呀 那么加拉大书 加拉大书四章十六节 讲实话劝勉了 反而把我当成仇敌了 那么因耶稣的名受辱网的时候 感恩感谢吧 毁谤主耶稣基督的 逼迫主耶稣基督的 都会 都会有报应的 所以大家要认罪悔改呀 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义安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到我的救恩 阿们 我们县礼拜 是以感恩感谢县礼拜 那么我们要认罪悔改 就四季段悔改 才会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呀 那么感恩感谢 这也正是上帝的旨意 遇到仇敌了 是有福的 仇敌正是在提醒我 我要领受祝福了 诗篇二十三篇五节呀 所以遇到仇敌了 应当喜乐呀 高兴呀 所以我们呀 持续地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而如果我离开了基督呢 加拉太书一章六七八节 离开了基督就不叫福音了 我们要认罪悔改 为的是始终属于基督啊 我们要活在基督里面 离开了基督 不仅败坏自己 也败坏国家了 为什么好多执政人员 最终沦落到 要进监狱的地步呢 在这世上 人贪财 有了财 又想追求名誉 而却意识不到 与上帝同行的是 最大的祝福啊 我们在基督里 与上帝同行的 才是最大的祝福 是成功啊 我们要常常地喜乐 我们要认罪悔改 做这些段悔改 我没有感恩感谢的时候 我不属于主啊 所以我们要感恩感谢 我们时刻醒着我内心 是不是有发现 内心的感恩感谢呢 真切地祝愿大家 领受这祝福 为国家和民族 做爱国者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要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呀 我们要在基督里面生活 我们要认罪悔改 做这些段悔改 我们向上帝认罪悔改 我们向上帝祷告 恳切地祷告 直到有发生内心的感恩感谢的时候 主一定帮助我们 我们真切地向上帝祷告吧 我们一起呼喊主啊 向上帝认罪悔改 来祷告吧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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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上帝 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正是有仇敌的时候 主啊 我们不懂得感恩感谢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过 遇到仇敌了 这反而是上帝给我大的祝福 这是上帝的爱 求我父保守住我们内心 使我们内心 时时刻刻默想上帝的爱 因上帝爱我 使我让我遇到 所以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爱 使我们 使我们内心 只一心爱上帝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祝福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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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